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大家感知最明显的手机功能是什么呢? Tiger觉得,这几年来手机功能感知最明显的 就是屏幕高刷以及快充 这两个功能明显提升使用品质 并且用户是可以真真正正感受到的 上至万元机下至百元机 高刷的技术在这一两年已经普及很快了 但是快充技术确实参差不齐 你可以在千元机看到百瓦快充 然后在万元机却只有20瓦充电 没错,说的就是iPhone 充电是真的慢 看到隔壁同事的安卓机 去个厕所的时间回来就充满了 国分表示羡慕 而现在安卓的充电再一次领先苹果 红密官宣带来了300瓦神仙秒充探索版 仅5分钟即可将手机电量充至100% 手机充电大踏步进入个位数时代 小米CEO雷军更是补充到 实测峰制功率高达290瓦 更可怕的是 280瓦持续时间长达2分钟 好家伙 这充电速度跟做火箭一样蹭蹭的 让大家眼前一亮 果然 在快充技术内卷这条道路上 没有最绝 只有更绝 充电5分钟 就能实现满电自由 节省了不少充电时间 让大家玩手机的效率都提升了起来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尤其是Tiger这种科技爱好者 给我的一种感觉 就是科幻走进现实的感觉 不得不说在充电快充赛道 Redmi持续领先业界 并致力于推动旗舰快充快速普及 推动行业进步 那么这个300瓦的充电 到底有什么黑科技 红迷又是如何实现这种火箭速度的呢 下面Tiger和大家仔细聊一聊 全链路自研300瓦快充架构 300瓦神仙秒冲 采用了定制的6比2核芯片 芯片最高转换效率 高达98% 同时多颗电荷泵采用分散式布局 相比于从前的4比2电荷泵芯片 避免了大电流顺时冲击而造成发热 甚至燃爆的现象 更加安全可靠 简言之 这种分布式设计 就是对大电流进行了分流 从而可承受更大电流 实测峰制功率高达290瓦 其280瓦以上功率持续时长超过2分钟 300瓦神仙秒冲在手机电池中 引入新型硬碳材料 相比常规石墨 其结构更疏松无需 可为锂离子提供更宽反应通路 通过特定比例制成的硬碳加石墨混合复极 实现充电速度与能量密度坚固 在新制成工艺及流程优化等措施下 电池正负极片厚度 相比常规极片大幅减薄35% 与此同时 通过引入新型锂岩添加剂 核心溶剂配比调制等 还实现了超高电导率电解液 有效提升锂离子迁移速率 并降低充电纹升 电池结构上 创新性采用三明治堆叠方案 双电新肩填充相变材料 散热更强 空间利用力更高 与之匹配的电池PCM保护板 同样为双层设计 宽度减半 大幅降低空间占用 充电器功率大涨43% 体积不变 充电器采用第四代双GEN方案 平面变压器升级集成化模组设计 双管齐下 极限压缩器件占空间 最终 在功率大涨43%的情况下 其体积做到了 与小米上一代210瓦充电器完全相同 配备灌胶均热加大面积石墨烯 双重散热辅助 可大幅延长峰值功率时长 进一步提高充电速度 超50余下安全防护 快更稳 300瓦神仙超充从方案设计到原件碟形上 都对安全性进行了充分考虑 整机安全防护超50余下 如充电架构中每颗电荷泵都有独立的输入 过压 过瘤 过瘟 以及输出过压保护 电池PCA相比业界常规方案 更是多家5重核心硬件保护 确保用点安全 总而言之 红密这回推出的300瓦有限快充技术 确实让大家感到惊喜 不过 现在这项技术还没有大范围应用 还必须得等等 大家先保持期待 等等真实反馈 当然 红密这一招打出来 估计今年不少手机新品 又要在快充上努努力追平了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对于红密300瓦充电是什么态度了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